有一位同修在观世音菩萨城到日前两天 无意间去了一个不好的公园 惹了灵性回家 加上自身身上有灵性没有超度走 晚上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 晚上灵性闹腾很厉害 这时候这位师兄看到了一个山洞 里面是两只巨大的绿色眼睛 意念中有个很低沉恐怖的声音对这位师兄讲 他是魔王波寻 魔王波寻说 心灵法门的精进弟子都用三大法宝 特别是小房子全部超度走了灵性 他的小魔子小魔孙拉不走那些精进的师兄 所以这次他亲自出马了 这位师兄前几天有魔骚扰他 让他不要跟菩萨走 说菩萨那边建立严格 修心很艰苦 让他去魔那边 因为修的精进 所以去那边让他做女王都行 要什么有什么 那位师兄说 不会跟他去的 只跟着菩萨走 魔就走了 隔天关心菩萨妈妈 就给那位师兄开示 吃尽人坚苦 方正菩提升 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 末法时期 魔王波寻真的存在吗 那当然了 人有心魔 对不对啊 人有外面的外魔 内魔 心魔都有啊 内魔就是心魔 外魔就是外面给你造成的麻烦 对不对啊 对 你说说看 有佛们就有魔呀 你要做好人们就有坏人来阻挡你呀 对不对啊 对 你过去在车间里面想做个模范 大家都会讽刺你 诽谤你 造谣你 你说你多痛苦了 对 对不对啊 所以像他这种就是说 因为魔总是想把人拉到魔道里去 而我们呢 通过心灵法 我们总是把人希望拉到佛道里去 那他就等于跟我们要作对嘛 所以为什么要打魔呢 有些人整天躲在阴暗角落里 在搞人家 这不叫魔啊 所以我不希望我们学佛人 在阴暗角落里去搞人家的 搞人家的都是魔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谢师傅 那请问 请问师傅我们 学心灵法门的弟子 除了精进修行 用四大法宝之外的话 平时还需要注意一点什么 用四大法宝 平时还注意 借教借造 培养自己的修养 培养自己的人辱心 精进心 慈悲心 这些要经常 在自己心中要不断的 来洗地那些 过去已经在八十点钟 留存的那些污垢和魔障 每天洗 每天干净 就像人洗脸一样 就像刷牙一样 每天洗 每天干净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感谢师傅 有很多老同修 他平常很精进 也修了很多年 但是等到自己 业障爆发的时候 就会很难达到坚信 是不是这也是魔障的 干扰的 对啊 说他修得好 他碰到魔障 他就跑 那还是没有修好 听得懂吗 你说那个坚强的人 有金刚不坏之身 有金刚不坏之心 你说这种人 魔能动 奈何他的了吗 奈何不能 好了 你坚定不移 你比方说 你是一个很爱 很纯洁的小女孩 人家怎么样 叫你去做那些 畜生事情 你也不肯的呀 对 对不对呀 对 那你说你本来 就是不是一块好料 人家一叫你去喝酒啊 去跟人家玩玩呢 你就去了呀 嗯 好了 这个听不懂啊 听不懂 那请问师傅 这个时候 他们应该怎么做到 能够坚信呢 念经啊 自修呀 所以很多老和尚 他到了 自己觉得魔脏太生的时候 他就采用一种定 啊 就是闭关 我什么都不参与 人间的事情 我闭关了 那么就定下来了呀 定下来 定能啊 界定会呀 智慧掌产生的 就能达到魔了呀 明白吗 嗯 明白了 好了 我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